当我一进攻对方割荡 肘拉开来 我们后缀 能够坠住 所以薛颠老先生这个拳照上的 左右上下的劲非常明显 大家会发现薛颠的 其实手臂在喉行的时候 是微微倾斜的 不是竖直的 为什么呢 当对方横拨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忽略了这个劲 你不能让对方拨开 同时往这个方向拨的时候 身体卡着 你不能让对方拨开 当你做到尽力周全了 你不会不在乎对方怎么挡 当我一进攻对方割荡 手拉一来 一种劈出去 这是一种 另外呢 如果对方 对 格挡 从底下 把对方打击出去 这是上下的 如果对方是往外格挡 拉过 继续 把对方催出去 或者是往那个方向格挡 对 拉 拉回来 依然是把对方戳出去 所以当你做到尽力周全了 你就不在乎对方往外拨你 往外拨 因为你有装 很容易就把对方卡住 往里一眼 把对方挂过来 打个迎击 对方往上抬 拉下来 是膝撞 猴行的下个洞 膝撞往上抬 对 膝撞进去了 然后对方再往上 那么力量大的一轴干进去 所以当你进入周全了 你就不会在乎 对方是怎么挡的